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来讲看月还是看守 那么今天是12月5号2021年 《雷言经》的第十二讲次 经文是在J2第八十页 那么上一堂课佛就说了 我们的色身甚至于山和大地 它都是我们真心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可是我们却把山和大地的一小部分拿来 作为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 所以这时候欧难他就说了 他说佛,您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们一般人还是用攀岩心去听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去体会佛说的法里面 他真正的意思 而是去执着在佛的像 还有佛的声音上面 因为佛长得好看 佛的声音也很好听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 就比如说小猫也好 小猫比如说一个人 他用手指的猫石 跟小猫说 你去吃饭吧 可是小猫呢 他听不懂 他反而过来去吃这个人的手指头 那么人,我们人也是一样 比如说一个人 他指着月亮 他跟另外一个人说 你看这个月亮又大又圆 可是另外那个人呢 他听不懂 他就看这个人的手指头 他以为手指头就是月亮 所以就不了解说着人 他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佛说法的时候 我们不了解意思 那么佛说的法就是客人 因为法是法 我们是我们 两个是父不相干的 但是佛说法 如果我们了解法里面的内容的话 那么这个法就是主人 因为法我们听进去了 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了 所以佛就是要我们 把分别心还回去 所以如果我们把分别心还回去的话 还剩什么呢 分别心就是说 把分别佛色相的这个心 还有分别佛声音的这个心 还回去 这些都不要的话 还剩什么 所以欧娜就想了想 他说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下一堂课 就会讲到八环变见 就是把所有的分别心 所有的外层都还回去之后 剩下的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